台湾开放陆客观光 去年一年的来台大陆旅客就超过200万人次 而旅游网站调查 比起组团旅游有九成的大陆民众更偏爱自由行 而台湾是2013年陆客最想去的亚洲十大国家之一 这么多陆客来到台湾到底想要看什么呢 答案是台湾人 自由广场前 游览车一台接着一台大陆游客来台年年增加 光是去年一年就有258万人次 提高每天陆客来台旅游配额上线 自由行和陆客团案各1000人 究竟比起周边国家 台湾拥有什么样的特质 足以吸引一年200多万陆客来台 这边自然风光保护得很好 就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亲近 然后非常的漂亮 也很喜欢这边的人 因为这边的人真的很热情 然后对我们也很好很有礼貌 大家都很热情 而且这种中华民族文化保留的也很不错 然后对对对我很喜欢台湾 台湾这边有很多中国的传统的一些文化的保存 然后我们也都想过来看看 不用花大钱宣传中华文化的保存 多元民主价值 还有善良热情的人 这些台湾印象早已深深留在陆客心中 现在每天大约有520个陆客 以自由行的方式 从北到南踏遍台湾的土地 直接体验台湾的生活方式 走过了好多地方 只回来到了台湾 发现这里最美最让我感动的 是善良热情和人与人之间的真诚 把我们台湾社会的自由 开放多元的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透过他自由行深度的感受 让台湾的善良热情真诚 变成他在这次自由行当中 最有价值的一个永远的心中的一种印象 诸大台湾的人情善良 陆委会拍广告 宣传陆客自由行 希望陆客来到台湾 能够看见台湾最美的风景线 新唐人亚的电视 卢天长张志轩 台湾台北报道